走过三百年的岁月 一座座百年的古厕 时光的刻痕留在每座古厕的砖墙上 空中的白烟 老旧的乌瓦 老旧男于1970年被划入头粪工业区 不得任意改建 保留住原貌 而隔壁工业区的大烟囱 不时地吐出阵阵的白烟 这里是我出生的地方 当然会出外工作就是因为 环境的污染 那到后面再回来的时候 有一个不得不的理由 就是老人家老 一定要回来 但是在回来的时候还是碰到之前一样的问题 就是工业区的污染 然后三额院的老旧 美味等等的问题 那透过管道 有搜寻到所谓的环保酵素 它可以改善污染车回事 就想尽办法去了解它 因为环保酵素的制作需要三个月 那前辈也不吝啬 愿意分享成品让我们用 不错的体验就是说 在清洁方面 尤其在蚊虫咬伤 洗头发洗澡 真的是惊吓破表 因为家人不够健康 一直在找比较天然的东西 真的 环保酵素它可以到位 所以刚入门的时候 那个环保酵素它在试用 那种感觉是超震撼的 所以我要求我太太 她身上都会带一瓶小小瓶的酵素 以防万一 那因为我太太她工作性质 是属于清洁方面的 就是在一次工作不小心 被化血药品灼伤 她就是工业用的双氧水 用于漂白之用 那被灼伤的时候 她两只手 她是死白的 然后本身很刺痒 那时候她讲 糟糕了 不知道怎么办 那后来她想到 我给她的那瓶酵素 身上那瓶酵素 她就把它递在手上 她整个手掌弄似 把两只手这样合起来 忽然之间 那种刺痛感她一直降一直降 那到后来 她发觉那个刺痛感不见的时候 她把两个手掌翻开 竟然那个皮肤的死白不见 恢复原来的颜色 那后来我太太本身 对环保酵素她的推广 她竟然比我还积极 所以 因为有这样的经历 所以我后来酵素就一直做 那我有看到影片 看到影片 吴医师讲说 那个酵素坐着 放在那边就可以进化空气 什么负离子 我真的想不通 我也好奇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印证 所以我就做了很多 但是做了很多以后 太太有意见 家里像回收厂一样 像回收厂一样 那我们就想办法去改 那初期 我想最快的方式就是 把它搬到 空闲的空间 空闲空间就是 废弃的空屋子里面 我有一个车库 几乎都是堆放杂物 那我就把所有做了 大概好几百公升的 那个环保酵素 堆放在车库 那有一天 我在进去拿杂物的时候 忽然之间我发现 本来这个空间 因为离工厂很近 它有那个工厂的味道 会有霉味 菜还就是一个特色 蚊子特别大只 那那一天进去的时候 很震撼 平常你进来 那个蚊子在骚扰的 那种状况 竟然不见了 那第二点 没有霉味了 它也没有工厂味 哇那天 以后啊 真的是抓狂了 所以就是想办法做酵素 第一个动作 就是睡觉的地方 把它放到卧室里面 所以我们家卧室底下 一桶一桶的那个果糖筒啊 几乎是塞满了 后来 后来更惊艳的是 因为我本身是老烟枪 超过四十年了 那我太太说 那天 隔天早上起来 他跟我说 哎亲爱的 你的烟味不见了 哦 竟然可以到这种效果 自从有一个 这个惊奇的经验以后 我甚至更积极的 因为 我们现在时下的话题 就是PM2.5 那在住家来讲 PM2.5 大概是香嘛 它是一个代表作 那我就想办法去做实验 那在我们家的大厅 以前来讲 我还没有做酵素之前 因为兄弟多啊 一人三支箱 十几个兄弟 大概就是 那个 整个插满了 那 插满了有一个特色 就是人都到外面去坐 绝对不会是坐在厅堂里面 那自从有了酵素以后 我发觉 好像有一份爱哦 我们兄弟啊 是两边坐 两边排排坐 是在交谈 好像那个香 它不会影响 那个空气 让人家不舒服 但后面更惊奇的是 我这兄弟本来是他们 点完香以后 大概生理收一收啊 就回台北了 就是各自四龙工商了 现在可以坐在那边 吃完饭才走 所以 他们走了以后 我更积极就是自己来做实验 因为本来你点香 这个整个空间啊 它会弥漫烟雾 会让人家呼吸非常不舒服 甚至掉眼泪 那有过敏的人自然 不在发酵 不在发酵 我发觉 真的没有影响 不管你点 点十五支 三十支 它完全是没有影响的 好像那个烟雾 它都在上面 把这个经验分享给很多很多的好朋友 请他们来看的时候 发觉人越来越多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这个三额燕的盆栽 它照顾 在以前没有酵素之前 它是非常困难的 即使它活下来也不会漂亮 那我发觉有了环保酵素以后 就照问医师讲的一比一千 浇水的时候就给它 只是这样而已 刚开始不会很惊艳 可是半年一年后 发觉这个植栽 越来越漂亮 再看土壤 它几乎都是颗粒状的 土壤是非常非常的优越 就是我们从古厕这边 走到陈大哥家里 每次一到那边 游客就会说 哇 怎么这么漂亮 因为他种了非常多的花花草草 那花都比外面的还要更鲜艳 然后叶子都没有黄色 都是绿绿的 然后陈大哥都会说 对啊 我们的花草都是荷酵素长大的 对 那进去之后 虽然我们这边可能会有一些的 有时候会有一点点的那个 工业的味道 可是进到陈大哥那个院子的时候 你就只闻得到就是花草的香味 就比较没有化工的味道这样子 去了导览多了之后 我看到陈大哥这边的效果 我自己也想试试看 所以就问了他怎么样做酵素 就按照1比3比10的比例 其实我自己家里面也做了蛮多桶的 那因为我家庭主妇 然后下班还要煮菜 然后有时候会烫到那个手臂啊 或是哪里 然后我都很快速的涂抹酵素 或是有时候用刀子割破 也会快速的涂抹酵素 那烫伤的时候涂抹酵素 烫伤会有一种着弱感 然后马上就会消失不见 非常的有效 然后割伤的话 然后就会流血嘛 然后流血我就赶快把它抹酵素 然后它就会迅速的伤口就愈合 这是我自己非常有感的地方 另外的话就是 我还会用酵素拖地板啊 尤其是厨房 然后那个灶台都会用那个抹布 都会涂酵素 然后家里面都没有蟑螂 我就跟我婆婆讲说 妈你没有发现今年我们家没有蟑螂 我婆婆就来就说 啊你就用酵素拖地啊 我说你也知道酵素对蟑螂很有效啊 其实一开始不知道 可是后来慢慢发现的这样子 这里完全跟外面那种 看起来的那种树干干的啦 钥匙不活的啦 那或者是说 就是没有生气的感觉 就是很好像 好像有点死气沉沉的味道 后来我们进来这里 哇塞 真的是生意一样利益一样 那个花 该红的都红 该利的都利 该有花的就有花 所以我就觉得说 可是这里怎么突然间 空气变好像很清新哦 没有外面那个 那个好像必须要戴着口罩 走路的那个感觉就没有了 那这里整个来讲就 觉得我真的是 觉得是符合我朋友告诉我的秘境啊 所以我很高兴来到这里 所以我很高兴来到这里 这个地方你看到毛毛虫一直一直一直 掉一直掉掉下来 但是我们这边是完全看不到 像我们周边那个蝴蝶兰也是 感受到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个蝴蝶兰 在这边的成长的过程 基本上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带回去这样子种 但是就它就第一年开花 第二年就不会开花 而且它开的花就越来越小 你看我们这个好像跟原来当初来的品种一样 每年都在开 今年已经是第三年在开花 所以我觉得这个酵素就有这种好处 就有这种成果在这样 所以我相信环保酵素在台湾值得去推广 真的真的可以改善所谓的这个环境 如果说环境污染要花大钱 我想我们没有机会 可是今天环保酵素它是垃圾做的 大家要不要试看看 随便15间 解决素 线 我觉得